之前國內爆發與蓋蘭的分布擬參與超過標準的事件 農委照新針對暖昌擁作管理 來看破人民機制在法陣做政論報告 我本來會問到 日圖蓋蘭無人願調查的結果公佈 農委會和法律提供這確定的答案 本來會非常不滿 所以要求農委會的策略 也希望政府繼續進入劉昌作為視頻安全的把握 今天人家當結束 關於最標準的分布擬 突然事件 總法宣布莫長的亂 本人願意出的分布擬參與超過標準的批 不過事情發生到今 本來兩年內 有任何來的 我們未必犯些沒辦法調查出來 這位主動部門 民眾交代 讓人民繼續吃 一直吃 一直吃 吃到死 不是這樣子嗎 不是這樣子 那我們已經對心目腸要進行懲處了 因爭一拜油門鐵的亂 減免基金剛好卡豆公園 但都正正發現不合格 差不多有七十六萬 的分布年級亂 就去博物民眾施錄 對位 政府減免安安 撒花手批車 使得油門鐵亂 我們是民陰審 為前面檢討 減免流場 那我們現在就是把所有 他檢驗的項目 包括藥物殘留 包括溫浦泥 包括代藥薪 這些我們都要重新把它檢驗 排成就是說 你幾個小時之內 一定要出來 其次政府做的一百多年 就不准用粉浦泥來做自己的 挑創優惠 做馬國的安休 關於和你不要做 暗淡蔥的殘留四天 日日日日不准用的出池 減免都結爛三中 直到無論是沒有勇師傅 憲免都結爛三個用 不過藥物殘留三個用 對於機制使用分譜泥 但是你們長期知道 它對禁用的話 對於產蛋的影響 那你們就默許 甚至是發生個案的時候 你們沒有能力解決 你們就乾脆開放 它的殘留標準值 從不得檢出到0.01ppm 這就是農委會對於實案的看法跟把關 仰東言論已經不要出 託亂思憲 不過這個大陸政府 多沒辦法前處雜誌到 事情發生的原因 新米韓黑手機車 卡卡卡 日日沒有要求 農民費六禮拜 女外道整凶調查出來 下一個新聞從準成就 推報託